酸酥包 有好多伙伴就讲酸酥包如何用 我现在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客户来让他躺下 然后呢用上我们的酸酥包的五支心油 那么首先用上椰子油 这是我们的椰子油是基底油 我们来基底油打底 来直接在我们的手心中 然后温热油 温热油之后上油 从底往上去上油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精油了 我们用五种精油 第一个呢就是牛痣 牛痣呢它是一个提到消炎的作用 消炎比如讲我们哪里痛三滴在几束中间 然后呢我们用手指从下往上把它运 然后从底下这样去做 我只做一遍 其实是三遍 记住每个地方是三遍 我在这边做一遍 好 然后再过来这边 再做一遍 其实是三遍哦 我是为了我们的视频好上传 我只做一遍 做完左右各三遍之后 然后我站在正中间 两个手做五分袋 五分袋第一个呢 第一分袋是直接下来 然后 好 第二分袋 然后包间 这是第二分袋 在这里 在这个上面 第三分袋 好 第四分袋 第五分袋 看位置要看好 然后手掌要安抚这样的 不要有空隙 好 这是第一个精油做完 每一个又没有五种精油 第一个精油是牛制 第二个精油呢 我就不再去做 因为时间的关系要上传 第二个叫方向调理 方向调理呢 是通气血的 通气血仍然是刚才的那个动作 第三个精油呢 是东清 东清是指控的 也是这样三遍 然后也是左三遍 右三遍 第四个呢 叫檸檬草 它是打通微循环的一个 也是去淤结的一个精油 黏黄草 第五个精油呢 就是不合精油 它也是我们的助力剂 不合精油一般都是在最后用上去的 因为它是把所有精油的功效再次的渗透 让它起到更多的更大的效力 好 做完这之后 五个精油做完之后呢 我们的手法就从这个地方 这个膀胱筋就剥膀胱筋 好 也是三遍 剥膀胱筋也是三遍 另外呢 这个是酸痛包 如果假如说它这里痛的话呢 我们就额外或者用上牛制 或者是用上我们的叫檸檬草 那么用上我们的皮锤 假如说我们哪里痛 哪一个方箱条理给我打开 好 举个例子 如果它这里说非常痛 我可以用牛制也可以用檸檬草 那我现在给它用的是方箱条理 把它晕开之后 这里要给它加重的处理一下 用手啊 它这个地方也是非常不好 割割登登的那种的 然后呢 用小皮锤 这样给它去哪里有重要的地方 就可以单独的处理哈 包括这里如果假如说也不舒服的话 也是用这样去做 这样去做 那么呢 还有一般的人呢 都肩颈不舒服 那我就这样去给它 看到没有 两个皮锤 这样去给它做肩颈 好 做肩颈 然后呢 做这样的动作 两个肩胛骨这边 再去做 好 还有一个动作呢 可以就是用皮锤去这样去做 好 还有可以这样去做 看到没有 也可以从慢到快 看到吗 好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动作可以去 在这个位置上 这样从也是从慢到快 客人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哈 有好多的客人喜欢 因为在美容院里面好多的手法 就喜欢这样呢 我们就给它来一点点的手法 最后一个动作呢 就是排毒 排毒的动作呢 就是这样 从这个地方 来从肩颈骨这边 好 按着手 看到没有 从这个手 这样过去 好 三遍 三遍 这边也是 好 三遍 排毒 三遍 完了之后 就请我们的客人 反身过来 翻身过来 然后把头正面之后 坐到这里 我们坐到这里之后呢 就是把他们的 对 你可以就 对 把头翻过来 请你翻过来 对 然后把头给它舒缓 舒缓 因为拍在那里呢 它有点缺氧 所以呢 舒缓的精油呢 就用上一个薄荷就可以了 好 现在用上我们的薄荷 怎么做呢 就是海星爪 就这样 看海星爪 这样 好 然后呢 让它很舒服的 就是 这样一抓一抓 让它很舒服 这样 对 做一抓舒缓的动作 让它很舒服 然后 对 好 不要用 不要抬起来 没事 手在它的脖子 颈椎这里 巴一巴 巴一巴 对 好 然后耳朵 给它舒缓舒缓 放松放松 好 头 让它再 总而言之 让它很舒服 让它 头 给它放松放松 舒缓舒缓 让它 感觉 我们 这个 这个精油 对它 包括我们的薄荷的功效 让它感觉到很轻松 很放松 很舒服 好 整个的过程 就是这么多 好 健康哦 大家 祝愿大家健康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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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 摇得整 没有 是 那么 现在